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各位讲一张都不要卖 我不知道各位 你做不做得到 真的很漂亮 台积电从391.5毛 528 我记得最后一次 好像在800多块的时候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待会我们就直接来看 包含今天殉咒也涨停 我深深的觉得观众朋友们 你们如果来找我 因为最近有很多不是我的 所以公司要我再讲一次 你除非是看到我的YT 或者是我本人的小老鼠 GOOD188的LINE 你来找我 那你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拨这个电话来 来找我们就好 我们拒绝诈骗 那同样的 我最近又在讲一句话 就是努力固然很重要 但在股市里面选择会比努力更重要 超越巅峰 我觉得都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觉得有些股票 该有的技术分析我也讲 实际的操作我也跟你讲 让各位去感受一下 为什么我这台积电 有那么深的一个情感 从前年的391块5毛 到去年的528 我都坚信不疑 那今年的752块那一波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支撑 你们要好好的报道 到5月31日到821块 当天外资把它K下来 我非常的生气 我说何必如此呢 对不对 你们都看在眼里 然后我也讲说 不管是主动或被动基金 都是投资人的血汗钱 这样一步走来 到上个月的6月25号 当时我跟各位讲说 量缩回补6月18号 6月14日就要缺口 棒 为什么 因为它60分K线 又在低档用黄金交叉了 它把这个缺口都回补了 我相信你们都有看在眼里 然后到今天的台积电 我刚刚因为 你也知道我时间比较紧凑 其实如果说 以前台积电的收盘 1080它差了157块 就没有几天 你看6月25号到今天的台积电 差了157块 一张就差了15万 难怪那个网红球面会很高 很开心 真的 我每天都在讲台积电 我觉得 我有台积电是一种荣誉 它代表国家的荣誉 代表我们世界的竞争力 你知道吗 因为昨天台积电的法说 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下 各位 你大概没有留意到 所有的美国股市 都因为台积电 而造成费办指数创历史新高 这是我们的骄傲 造成纳斯达克在创历史新高 造成整个的S&P500在创历史新高 这是我们的骄傲 因为我们有台积电 所以美国股市又在创历史新高 当然台股市也创历史新高 我们 我们刚好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真的要给自己一个赞 好不好 观众朋友 给我一个赞也给各位自己一个赞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 大家要互相勉励 我觉得我真的忙得连上社所时间都没有 本来要先去洗个头再来上节目 我根本没时间 你看这个郑威 当然郑威今天有震荡 但是你们要讲 我跟各位讲的时候是在5月2号 大概两个月前 那时候没有人讲郑威集团 我46块7 我们在电视节目中 也跟你看到郑威 都是在50块以下 我说大抵完成 股进比太低了 你看看 21周的时间转的头肩底型 一直到 你看一看 到今天 到今天的郑威总共涨了104.38 涨了百分之百 今天开始震荡 我觉得我两个月的时间 这张股票涨了一倍 我觉得应该对各位交代了过去 你不要说今天震荡 你要想的是 我什么时候跟各位讲的 然后你看看这个头肩底型 是不是有在走1比1的最小点去摆动 有吧 左肩右肩底 你下次看到头肩底型你要敢买 郑威当时讲的时候就是母以子为贵 我讲完郑威我今天会跟各位讲 有一档股票也是头肩底型刚刚冒出头的 这会看吧 导播你会看吧 左肩底右肩 这叫头肩底型他在走1比1 那有一档股票也是母以子为贵的 当时你看郑威现在股价比他之前的小孩 这个威喜还要来得高 真的是厉害 这是坤盈 13年大抵 从15块4 节目中你有看到 然后我线上演讲会也有讲 然后从涨155%到170%到174% 到191%到220%到251%到286%到293%的这个坤盈 到今天又再创高 整整涨了293%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现行图 你看是不是一个13年大抵 这样涨上去 所以我请观众朋友们 你们自己要拿笔记记录一下 所以加1后面可以写字吧 你记录一下 没关系我写点字在上面 以后你们就顺着我的字去买一些股票 我就上面要写一些字 这都是底部的股票 都越K线出现底部的股票 观众朋友们 越K线出现底部的股票 真的你要报老 有人说怎么报老 我说你就报警吧 我给你讲的都是越K线出现大底的股票 都一档一档都这样上来 我们再来看还有没有越K线 人家在汉捲 我当时跟各位讲的时候是用越K线跟你讲的 你知道吗 他这个高点过了你知道吗 很恐怖喔 他今天创历史新纲 你说我的技术分析好不好用 我给你看一下 今天创历史新纲 有没有 自他上市以来今天他最开心 因为他创历史新纲 75块 所以我的技术分析好不好用 我当时就画这个 说画下来这个景线 我说会创高 你们都不相信 底部的股票我跟你讲 你要报老 你不要管它震来震去 你震来震去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你看那时候53块多 我上来的时候 也是在股动前朝跟各位报告的 你们要看越K线不要看日线 你看日线你赚不到钱 今天创历史新纲 涨了42.9% 这个叫汉权 那有没有跟汉权一样 也是底部的股票 又出现类似头肩底型的股票 有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一档股票 你看你就会知道 就是信英 我可以跟各位讲你信英 你如果你不好好的把握 我觉得它有可能是逊州地 因为摩依子为贵的股票 除了给你看到的正威以外 给你看到的逊州以外 我给你看一下信英的图形 你告诉我它长了没有 你自己看 你告诉我它长了没有 这边是左肩 这边是底 这边是右肩 你它长了没有 没有 没有长 那像不像之前要 像不像这一档股票 会不会看 左肩底 右肩 涨上来的你就会看 请问它动了没有 不对 看一下6126 我说我这边要写数字 因为我不大会记数字 你看一下 长了没有 我为什么要提信英 其实很简单 其实我觉得它目标 应该有机会来到这里 有些形态学的东西 你要我讲 我只能这样讲说 我最起码我第一个目标 我这里放大一点 这个量大不大 43块8这量大不大 导播大不大 是不是近期最大量 是不是 你导播你就当我观众 因为我觉得有观众互动 我们会解盘 那你最近看我解盘 有哪一档股票量和价位同时到顶的 没有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说 第一个目标我们就先看这里 其实到43块8以今天的收盘价来看的话 大概有先一个涨停板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会不会跟 2391的正位一样 我觉得做股票就是这样 你们一步一步来看 这个头肩底型打那么漂亮 你看2391的正位 我再放大给你看 当时那么大的量 你以为到顶了吗 结果你发现说那么大量后来又有高点 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量和价不会通常到顶嘛 所以要看 当时你看 在5月31号那时候来到77块 很多人认为正位留下上影线 收在72块认为结束了 它不可能结束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最大量 那就不可能是高点 这样各位清楚了吗 所以它又创了今天又创了一个高点 你同样的从这种来看 你看一下2365的 这个昆盈 它为什么会一直上来 因为它在5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一个最大量 当时的高点是39块6 所以这个高点一定会过 为什么 因为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我这样讲各位 你们应该清楚了 其实做股票一点都不难 难是难在你可不可以去克服这种量价关系的解读 量价关系的解读难不难 你说难不难 说难也难 你现在当时这种 那么黑K棒 它就告诉你说 41.85 绝对不是高点 为什么 因为量价价 你看它打下来打到29块 最后今天来到75块 所以你用量价关系去看股票绝对不会失真 我才会跟各位讲 母以子为贵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母以子为贵的股票 它入主 泰塑的时候是55块钱 现在泰塑80几块钱 那股票要上涨有一个口诈 叫做所有均线往上涨上 所有均线至上 它本身就是一个要上涨的契机 那你看最近的广达 杏英在深圳的创业板涨了14% 那台湾的杏英根本都连动都没动 所以你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我不是在这边报名牌 我只是让你知道说 其实有些股票 你从形态学看的话 它这个抵打完了 量价又不会通得到底 它应该还有更高点 这一种头肩底薪 抵打得越久 未来上涨的空间就更大 头肩底薪大家会看 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 那么大的量能 这个量和价绝对不会是高点 你这样子你去买股票 你才会买得安心 然后你就想说 连接器 汉泉讲完以后 也是做连接器的 下一个就应该就是幸运 它股本也不大 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种 做股票的common sense 你才会做得好 所以我认为说 出现这些底薪的个股以后 你要特别留意6126的信息 不然迅州也是 你看迅州当时报告是16块2 16块2的迅州 我这边再写一下 我把名牌都写在这里 我问各位一下 今天迅州又涨停了 我节目中我有没有在电视节目中讲 有啊 有啊 我当时讲的时候是5月13号 今天是7月几号 今天7月11嘛 5月13号那时候的迅州 你知道到今天涨了多少% 你知道多恐怖吗 我给你看一下 两个月的时间涨了几%你知道吗 他总共涨了189% 今天的迅云也是涨0 为什么迅州会那么强 我讲就是因为魔物以止为贵 他我有康权电讯 我相信各位你都有听过我在讲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迅州的月K线 这个底打的有过漂亮 下降压力线也过了 连这个 我昨天还在讲说 他为什么会先停一下 因为他昨天碰到这个高点 结果今天他就说我不客气了 我要挑战历史新高了 一样照过不误 所以底部的股票你要会 底部的股票你爆不爆的注释在于 你有没有这个艰辛 底部的股票很难找 找到一档完就一档没有了 我再问各位一下 当时这个大量 19.65 而后还杀到12.9 要是你们一定 有19.6 只跌到12.9 已经跌了两成三成 好可怕 可是你有学过 我跟各位讲的技术分析 量和价不会同时到顶 而后你赚翻了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你们对量价关系 一定要从今天开始 好好的好好来学习 我为什么今天会跟各位讲信音 就是因为 这也跟当时的迅州很像 都是突破形态又爆大量 又陷入整理 以月K线来讲 这种形态学是真的很难找到 它出现的是两个大红的羊棒 把里面的黑K棒全部吞噬掉了 这种就是要过前高的符号 我尽量用我的技术分析 来跟各位做分享 你们如果听了懂就听 而且信音本身也是母以子为贵的 你看那个政绩 当时为什么挑政绩 你先回过头来看政绩 是不是也是出现底部出大量 量价不会同时到底 我电视节目有没有给你看 有 112块 到今天的政绩 到今天涨了71.98 你慢慢的你会去发觉说 其实买底部的股票真的 真的怎么样 你要报老 这当然他之前有简直过 我们从周K线来看的话就很清楚了 我当时跟你报告的时候 就是这个周K线的底部 我再给你看一下 你注意看 你眼睛震大 请问当时这个长红棒的量是不是很大 它会是高点吗 不会是 我不断的跟各位讲说 不管说你从月K线看来看 你看我就从月K线这样给你看 请问当时这个量大不大 大 129块 后来还有没有打下来 有的打到108 29块到108 要是你的话 你会觉得受不了 为什么 129 掉到剩多少 108 少了21块钱 你是不是垂心肝 可是你懂得量价关系 你知道说 这个绝对不是高点 那 今天来到192块5毛 你要不要鼓鼓掌 你事后看 其实他在月K线 是有足以一个底部形态是有出现的 这当时就是一个小的短底 然后这里也突破一个形态 对不对 就是突破一个形态 那量是价的先行指标 量绝对不会骗人 量是大家去撮合起来 最后完成的一个具体的呈现 也就是一个结果 各位观众们 我这样讲各位 你应该会懂吧 量不会骗人 还有个东西不大会骗人 这是我的趋势指标 我必须跟你讲 趋势指标 你自己看看 为什么我说这张股票很漂亮 它趋势指标一直往上在走 量又是价的先行指标 你对于这种股票 我可以跟各位讲 你就是报老了 你用比较长远的眼光去看 它会突破这个高点 突破那一天你谢谢我就好 我觉得有太多的股票 我说实话 我愿意拿趋势指标 来跟各位分享 就让你知道说 有些股票它当天也许在震 但是长远的来看的话 根本就是好到破表的 这你要特别留意 包含这个系统店大家要特别留意 因为它量和价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漂亮的形态 你就先看一看 看它以后会不会过高 因为我也是觉得 它量价不会统治到底 那我昨天也说发动 我这我就不盖了 我觉得股票有时候 就算让你知道了 问题是你抱不抱得住 我每天我在连线的时候 主持人都问我说 这怎么抱得住啊 他说有台积电我抱得住 但是我跟你讲说 其实除了台积电以外 还有很多股票 我也是希望各位抱得住 那为什么我说系统店 你要特别留意 因为特斯拉的股票 连续在美国连续涨了11天 它是它特斯拉 这个叫做什么 钛压侦测器独家的供应商 我觉得不会太差了 不会太差 那大家要好好的把握 我觉得现在多少人在看 100 700 吓我一条 我想剩下100个人怎么办 你特别留意 我给各位 我们讲技术分析 我这团队有一个 这几年有在改进 谢谢各位给我们的鼓励 我们一定先找底部的股票 然后去找它基本面 这样子你才会很安心的去 报劳一档股票 真的 请你用月K线来看股票 不然你真的赚不到大钱 月K线就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未来答案在哪里 我说发动了就发动了 那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蛮漂亮底型的个股 我希望各位能够来参与 有赚钱最便宜的光通信概念股 就这一档 好漂亮喔 这底一档的有够漂亮 我知道说现在这种行情 基本上来讲 大家赚钱都很辛苦 我不大可能去挑太贵的股票 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雨入均盖 因为有些人会问说 你为什么不找那种千金股来讲 我不是不想找千金股 因为其实找千金股 可以吸引很多大资金的人 但是我希望说我的股票是有量的股票 你们都可以来参与 而且它会有一定的涨幅 所以我才会讲说 你找得到这种有赚钱最便宜的光通信股吗 我已经找到了 扫描我的liet 你会知道答案 好不好 我最近一直在讲一个口头餐 我说努力固然重要 但在股市里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超越巅峰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因为你看在眼里嘛 对不对 我的股票强不强 其实你非常清楚 我希望让各位建构的就是 我们买的股票都是买一种大底部形态 因为底部形态它未来有一个目标 就是我假设我用信英来做例子 你以前你曾经奋斗过来到95块8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时间的淬炼 有没有办法再回到原先的光景 如果有请你趋势指标告诉我 我觉得今年太多的股票都是要重返荣耀 不然逊州为什么要这样涨 他也是想要重返荣耀 对不对 汉权为什么这样涨 他也曾经 你自己看看一档股票 也曾经创了高 你自己看看 我给你看一下 这里他曾经创高 在民国96年的74块9 结果居然可以跌到14.55 你痛不痛啊 那个跌幅是多可怕 你知道吗 七十几块钱的股票 创高以后可以跌到剩14.55 那今天创历史金刚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产业的周期来了 他就该涨 你再看一下 郑威 信州 都是这样子 当他打完底部以后 你认为他有没有办法重返荣耀 我们来看慢慢看 最起码他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理想 我才会跟各位讲说 你如果问我 我觉得我真的蛮看好他的 因为我们曾经在一月份 有做过一波 我觉得这一波 他的底打得真的有过漂亮 那么漂亮一个底型 又是一个大的头肩底型 大家可以好好的留意 那包含我们刚刚跟各位讲的 这个系统店也是一样 5309的系统店 一样 你都可以 他的趋势指标快勾上来 大概这个 这个已经快要勾上来 你等他勾上来的时候 价钱就已经上去 要特别留意 因为我个人认为这条 这个压不住了 他快要勾上来 我有在算 快要勾上来 一勾上来 这个就过了 你问我说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里面的电脑程式 跟我讲快要勾上来 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还是跟各位讲 努力固然重要 但在股市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你来选择我 我一定会很努力的 帮各位找到好的股票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勾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